大家好,我们是台南市政府消防局第三大队 我叫Cindy Safe 本大队管辖的大北门六区景点繁多 但我们更关注的是大家的居家安全 今天我会分享一些预防火灾的小知识,让大家过得更安心 说到大北门六区,这里的观光景点可真不少呢 像是家里区有骁龙文化园区 西港区则有著名的庆安宫,也就是台湾第一厢 还有古仓餐厅和金沙里花旗目步道 雪甲区的顽皮世界野生动物园和老堂湖艺术村也是很棒的景点 还有雪家属葵花海 七谷区的话,大家一定知道七谷岩山吧 这里还有七谷游客中心,海江六孔管理站和黑面皮路保护区 湘军区有青昆山山行岩田,江军渔港,青昆山青山渔港 以及马沙沟冰海游气区 最后,北门区的南昆山带天府,前来野杂货店,水晶教堂 北门游客中心,景赛角瓦盘岩田,卢竹沟渔港和双春冰海游气区 都是不能错过的景点 虽然大北门六区的观光景点吸引了很多游客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某些火灾隐患 比如,老旧建筑物防火设施不足 电线老化问题也很常见 再加上不当吸烟等行为 甚至是居家烹饪不慎 这些都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一到七月大北门六区住宅火灾的主要原因 从分析结果看来 电气火灾是排名第一的原因 为了预防这类火灾 我们要记得定期检查电线和插座 避免电线缠绕在一起 也不要过在使用延长线 选择有检验合格的电气和延长线 避免长时间使用 保持电气和电线干燥 并且清理电气的灰尘 保持清洁 第二大原因是吹势不慎引起的火灾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我们要做到人离火席 防止油泪溅出 并且清理烹饪区域 使用合适的锅具 并避免让孩子单独进入厨房 总结一下 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电气火灾 和吹势不慎火灾的预防之外 还建议大家在家里安装住宅 用火灾警报器 准备第二个出口 并制定好逃生路线 全家人应该每六个月 进行一次逃生演练 最后 祝福大家平安无灾 我是CitySafe CitySafe 我们下次见